我覺得這個很適合男生放在車上 就很裝逼 所以你要給付駕的女生看的嗎? 對 我今天要買50啊 欸 你看一下我前面那個 然後打開之後就 哇 你沒聽清楚 到底多抬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王一和 我們今天歡迎到 楓月代表Anna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來厲害的開箱 因為之前其實都是去楓月鑑定 但其實楓月不是在做鑑定的 他們主要是在做二手買賣 對對對 所以他們的店裡其實有很多新品包 然後我就想到說 因為我頻道蠻常在拍包包 啊我自己的包包 就是開包已經開到命了 然後來開別人的包 所以我今天就歡迎到Anna 那今天我們這一集的主題呢 就是要來開箱 小織女可以輕鬆入手的皮夾 對 然後剛剛呢 他拿了大概十款皮夾過來 沒有一款是在一萬塊以下的耶 太難了啦 因為精品近幾年漲價漲這麼兇 真的很難有低於一萬的精品皮夾 好那所以這題的主題呢 我們又更改了 對 我們就換了 好用的 推薦的 精品皮夾 那我們就開始 我們今天的這集主題 好的 那我們今天第一款是 第二的 這一款我覺得其實算是國民耶 基本上每個人都喜歡 藍老花應該近幾年都很紅 差不多要一萬八左右吧 你們知道很多短夾 就是它的零錢袋 如果是坐在裡面或是外面 其實很難用 你放不太下零錢 因為你蓋起來的時候會 爆開 對 但它這個坐在側邊 而且它容量真的蠻大的 這個真的可以撐蠻開 然後卡車也挺多的 這裡面還可以放兩個卡 啊千元是可以直接輕鬆放入的嗎 嗯 可以可以 我來實驗一下 我這邊有 等我一下 然後這還有一個最棒的地方 就是你知道我坐捷運的時候 死都不要把卡拿出來 所以短夾的最後面 如果有這個你就是這樣 這個真的卻沒有挑的短夾 這個通常我都是拿來放發飄 就是你知道嗎 它都是在最後你結完的時候 才會給你 皮夾都收好了 這個時候這邊就是可以 亂塞一下 對對對 好 我們來試試看喔 剛剛被插播了 一千塊 可不可以放進去 可以可以 但是我說實在 它不能到非常的順 所以像這種 應該不能裝超過一萬塊 現在有人會放很多現金 有啊 欸我身上沒有帶一萬塊 我是不穿回的 我會很沒有安全 那你要用長甲 其實還是有可以放一萬塊的短甲 沒有 現在都嘛是線上支付 哪有人在帶現金 我啊 買人 我就是喜歡帶現金 我還是會在意說 它放現金的數量 可以到多少 所以 像雨昕要放很多現金的人 這款就 沒有那麼的適合 對 看一下我們第二款就是LV 我覺得是國民品牌啦 造女到媽媽的最愛 都是這一個牌子 他們家經典的這種 痘痘的三折的短甲 三年前我去歐洲買 這個好像才一萬三一萬四 為什麼這短甲 被這麼推崇的一個原因就是 現在肺包除了做得小之外 它的厚度也越來越窄 對 所以像這種是非常剛好的 打開之後呢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卡層 有更多一點 然後上一個 那個DEO 它是這邊它有封住 所以它會卡 這個是完全沒有封住的 你看它是可以超輕鬆放入 基本上你放個 七八千一萬塊 都還是OK 然後再來看它的側面 我覺得比剛剛那個緊 對 因為它旁邊沒有做 像剛剛前面一樣的缺口 放的錢 我覺得相對就是會比較 應該比較少 不然就是你拿的時候 沒有那麼順序 而且你看它也是折在裡面 所以你如果放太多 一樣有個問題 你會蓋不起來 對 但是它沒有後面那個小袋袋 不能拿出來炫耀了 所以如果比通勤族來說的話 我真的覺得你們後面 要選一個小袋袋 真的要 會比較方便 好 那接下來第三個呢 就是我的愛牌 一個就是香奈了 一個就是愛你吃 那我們先來看香奈了 等等等等 今天有三個 它的名字都叫做 林前卡包 但是以現階段來說 現代的人 都會把這個 當成一個短夾做使用了 因為像玄奈的短夾 可能都三萬多塊 我當初買是買一萬四啊 我不知道現在是長大多數 快兩萬了 如果是以 真的要入手 玄奈系列的話 算是非常親民 頭款還有這兩個 就是季節款 喜歡特別款 當然就是選特別款 但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入手 我會建議就是買這個 是Coco形狀的 對 Classic 如果你們喜歡大一點 也可以買 就是買大的金額 這種真的是 最保值的 自己隨便上網賣 應該怎麼好買 它的構造其實就非常簡單 它這個就是打開 就是直接用 兩層比較方便 變說你可能一邊放卡片 一邊可以放鈔票 像這個就只有一層了 就是你所有東西 都會miss在一起 對 當然有些背包 是連短夾放不進去 就是要帶這種 這麼小才進得去 它的好處就是這個 然後其他我想不到 像這個是我的 就很可愛嗎 小的Coco 後面有你講的這個 小袋子 但是我用起來 我真的覺得很煩 我現在直接示範給你們看 你們看就覺得超軟 卡片對不對 全部放進去 好然後我再放一張 一千塊的鈔票 喔這鈔票要三折 不能兩折 兩折進不去喔 然後放錢進去 然後這樣 你看多煩 全部都沒有在一起 然後有時候那個鈴起來 還會藏在那個鈔票縫中 對對對 我要在那邊挖 你知道嗎 我真的不適合 我覺得這個是適合怎麼樣 就是用 Light Pen Apple Pen 的人 好然後我要再講一個 我真的不熟 我現在你感同身受 因為我之前用這個 我跟你們講 詮尿短夾 不要買 我之前用這個短夾 我還要自己再配一個鈴錢包 一定要配一個鈴錢包 它爛的點 很小很難拿 手指頭都 進去都有點困難 然後它的鈴錢會卡在這邊 你還拿不出來 但是我覺得它是長得漂亮 夾層空間 其實也還OK 簽鈔呢 放進去呢 是OK 但也是微卡 然後也不能放到太多 我自己之前在用的時候 我覺得裡面有一個詬病 就是這裡要幹嘛啦 因為一般人這邊是放支票 可是我沒有支票 我這邊是放支票了 我一直以為想說 這邊它是要做立的放正見 那它就做死就好啦 卡片放在這邊 是放的沒錯 會滑 這點真的是蠻尷尬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第四款 就是你自己本身在用的 Sony原價也沒有很貴 一萬多 然後這個好處 就是你看一般人家 這種一字拉 是不是都這樣子 就沒了 就是你要開的時候 是不是還有點小卡 可是你看Sony它會這樣子欸 所以你開的時候 它整個是可以被撐開 我剛剛是覺得 它的拉鍊很滑順 對 然後它一樣是這樣子 就是全部是勾機都放裡面 但是這個裡面還有做一個鑰匙扣 欸它就算沒有掉 它這樣很時髦欸 對就讓它從這邊跑出來就好了 所以你除了這個之外 你還可以再帶另外一個 就是我不喜歡全部的卡都要在裡面 所以我就會分門別類下 然後再多帶一個 像這個就是 完全真的是為了放卡設計 真的喔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照片都會塞在這一層 硬塞嗎 對 就是每個人認識不同 對用法不同 生活習慣不同 這個很好看欸 而且我剛剛以為它是漆皮的 結果你說它是 油風辣牛皮 所以它也不會說 容易這樣子 不太會 這很讚欸 我超喜歡 我一看到就買了 好那總之就是 這是你的這個組合 也是我們的第四個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最後一個 我深深推薦給大家 就是愛瑪士 它們家的短架 一個是Beyond 康康短架 最後一個是這個 康款是這三個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非常的長加 我覺得沒有那麼的耐用 用久了之後啊 它那個扣房地 前面的皮會翹起來 它會翹起來 然後還有就是 它裡面的那個皺褶會越來越明顯 所以用久了 我就覺得 沒有到那麼的好 欸可是 那個長加 我之前有很多客人來找 然後我都會問他們說 為什麼你們特別想要那個 因為現金可以放十幾萬或十萬啊 對 嗯 很好放現金 對 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都拿去幹嘛 說什麼書啊 好喔 好喔 兒子有沒有 兒子有沒有 就是 結婚了沒 結婚了嗎 好那 反正我要推薦的就是 這個 絲巾短架 那我剛剛講的 Beyond 因為我之前有長加 所以我的短架就不考慮了 而且它價格又很高 它短架一個可能要六七萬 太心痛了 因為可以吃 因為可以買其他孩子的包 對 然後它的康康的那個短架 也很貴 一個要十幾萬 然後再加上 比我們今天看到的所有的 所有都還要再加 都還要大跟厚 就是你加個鏈子 可以當包包 所以後來 很多人就建議我買絲巾短架 因為絲巾短架 入手價格便宜之外 其實它也簡單好 搭配愛瑪士的系列包款 它也有個地方很聰明 它這邊有多做一個東西 對 它是更好可以這樣打開的 特別的是 打開之後 別有洞天 因為它絲巾短架 配的絲巾都不一樣 有驚喜感 對 有驚喜感 像我當初是挑類似這種 我覺得就很美 跟大家說 就是絲巾裡面啊 很多人都喜歡挑動物的 喔 對 老虎的 對 但老虎真的超難買 我沒看過 我買的時候才兩萬五耶 現在這個應該不只了吧 應該要三萬多吧 因為其實它這個 如果是那種 三大金剛色 然後又要絲巾配好看的 其實到這邊都是配貨的 除了這個之外呢 它的卡層也很多 重點是因為它是絲巾嘛 所以它的那個不會很K 在抽這個卡的時候 都很帥 也是很輕鬆的 對 它是有稍微再做大一點 裡面這個放零錢的空間 也很好拿 然後可以放很多零錢 再來就是它的鈔票 它不用折三折 它就是正常對折 之後你就可以輕鬆放 而且你看它是有分兩個 所以你可以這邊放千鈔 再放百鈔 所以我覺得以斷夾來說 它就是很方便啊 它是不是也算薄 它很薄 它很薄 你看它也算薄 然後另外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個 Bastia Anna帶的 然後我自己有一個 Nike白 但它真的就只能裝零錢 然後我自己個人是認為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男生 放在車上 就很裝逼 所以你就要給 副駕的女生看了嗎 對 我今天買50 你看一下我前面那個 然後打開之後就 哇 你沒零錢帶 到底多猜 沒有啦 我覺得 它是適合男生的小錢包 因為像有些男生的皮夾 是沒有零錢帶的 就可以額外買一個這個 是蠻適合的 然後這個我之前聽 愛馬仕貴姐分享 設計這樣子很聰明 就是你可以把零錢這樣倒出來 但你也不會掉出來 就不會像你原本那些NEO卡 不知道你有沒有 挖得很聰明 我覺得這樣很優雅的 拿5塊10塊 而且它如果價格很便宜 它不用1萬塊 要看顏色 對 一定要是要看顏色 對啊 就是分享給大家啦 好了 那今天看完了這麼多個 對 討論一下私心間最喜歡的 我就沒什麼好討論 我真的最喜歡這個 這個真的是好用又耐嘴 像有些軟頰用酒 這邊都會起毛 我覺得愛馬仕不知道 他們家線隊比較不容易 加上我覺得它拉鍊很好拉 然後還有就是你知道 每次我這樣出去嗎 有沒有看起來很普通 打開這樣 會被抓住目光 然後再加上它真的能放 能塞 就是完美 很多包包都是可以直接進去 啊 啊我自己也會推我自己 因為我就是喜歡卡夾 我就是一定要有一個 可以讓我另外拿出重要的證件 我會覺得有另外一個儀式感 那如果你們不喜歡這樣 你們就是要買斷頰了 LV也是不錯 LV也可以 那總之 就是你是最喜歡你自己的這個 對 我最喜歡你自己的這個 那等於說今天前面幾個分享 好啦 就是大家都加減看看啦 然後在最後呢 我有一個福利要送給大家 就是不算福利 我跟你們講 我那時候去買個 Coach的包包送我朋友 然後呢 他是說加購30塊 然後也可以送個卡夾 結果買回來之後呢 我發現諸多的不便 這個打開之後呢 他可以放零錢 但是他卡片放不進去喔 卡片放不進去很瞎欸 你放放看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看你看 他卡片只能就是 就是放外面 然後鈔票也很難放進去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是 你看到這邊有個這個嗎 我那天就很貼 想說那我就把我的 健保卡的身份證 為什麼東西塞這個 結果放運作我拿不出來 為什麼拿不出來 就是他這個是有點黏 然後就跟我的那個卡片 融合在一起 然後我那天真的拔超久 我拔到我指甲都斷掉 所以今天這個 我在下面抽獎給大家 如果你們還是想要的話 就抽一位這樣 好啊 那也很開心 Ana今天來 大家如果想要看 我們有拍什麼樣的內容 例如說包包啊 或什麼東西開箱 然後我再去翻我們公司 我今天翻三月零翻出來的 對 然後希望可以帶 給大家更多不同的包包的 無論是知識也好 然後分享也好 就讓大家對包包有更多的了解 然後要買之前也可以看一下 因為有些人其實買包包之前是會想要做很多功課 好 那最後的話 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任何一鍵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風月他們也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 和IG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對 他們什麼時候上影片啊 不定時 就是看老闆搞興 好啊 反正大家就可以訂閱 然後追蹤他們IG 他們IG好像是每週三都會有直播 對 都有直播 對 大家如果喜歡看直播介紹的話 也可以去他們頻道看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我跟你講他帶了一個什麼東西來 他帶了一個豬鼻子的 Slink 這個呢就是腰包 然後很多人會把它拿來當短夾 他後面是有做一個設計 穿他們家的皮帶 對 然後如果今天是短夾的話 他後面會變成是一個口袋 然後會再更大一些 然後呢他打開之後呢 他是有一個這個小的這個 對啊 零錢包啊 所以我覺得 地鼻子挺高的 好裡面這樣 然後這個要多少錢 十萬五千八 好謝謝大家